欢迎来到 实在实在网路教育学院线上课程 您好 我是唐玉玲 非常高兴跟大家在视频上见面 我们这个主题是 《核心价值从大学说起》的第七讲 我们目前是讲到了 这个大学有经文有撰文 撰文就是真直解释大学 门人记录的 我们正在解释撰文 撰文当中有解释明明德 解释清明 解释子于至善 这大学其实是两纲 子于至善是一个总结 但主子把它分为三纲 我们这一次的大学 依据学工老师的讲表还是以宋儒的 以后看有因缘的时候 我们再来讲汉儒的大学 不过汉儒的大学有一些错简 宋儒的大学是编挪动大学的次序 这也是不好的 因为经文最好是不要改动教好 以上是前沿 我们尽量的把大学说得完整 让大家对经学有兴趣 对整个儒学的架构有兴趣 而把明明德清明 子于至善来当成人生的核心价值 指导我们学习每一个领域的 这个纲领架构 也是我们人生自我培养的 究竟目标 那这个子于至善当中 有我们血如老人的分为 邦极节 木暮节 斩脾节 乌乎节 那我们目前谈到的是 邦极节跟木暮节 是我们这一集的重点 那我们来看邦极节当中 它是怎么说呢 它是说 施云邦极千里为名所指 邦极就是讲国都或者是京城 那个极是讲城子或讲江域 那这一句诗是出自于 桑宋的玄鸟篇 我们一般诗经有所谓的封雅宋 邦极节当中 这个有桑宋 有小雅 有树孔子之言 桑宋当中 它的主体就是 为安所指 就是老百姓 为什么会安住在这里 因为这里安全安定 那小雅说 鸟也知道 要找安全安定的地方生活 那孔子说 人怎么可以不如鸟乎 这是这一段的大义所在 所以在整个邦极节里面 它有两句的 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为安所指 就是子于安 子于安定 安全 那明满这两句 就是明满黄鸟 子于秋雨 诗经的小雅 就是明满 就是鸟的叫声 或是讲小鸟 它都知道要子于秋雨 所以孔子说 对于子 尤其是鸟都知道 它该安住在哪里 那怎么人 可以不如鸟呢 所以叙述孔子之语 它里面的含义是什么 赞叹这个诗经里面 所讲的话 这个里面 黄鸟都知道 要安住在安定的地方 那人怎么可以不知道呢 以上是这一段的大义所在 那我们说 这个书云邦极千里 为民所指 就是讲金城 他的商朝的金城 范围很大 是为民所指 为什么老百姓喜欢安住在这里 要知道金城的地方 这个自然安定 百宫兴盛 人才集中 而且有很多的发展 所以为民所指 这个安的意思就是 这些的内涵都叫做安 就是你保证你的生活的安全 保证你这些各行各业的兴旺 保证你好好的血就有出路 这个叫做为民所指 那施云就小雅当中说 弥漫黄鸟 黄鸟的叫声 指雨秋雨 就是在秋雨呢 它可以是指山林里面很多树林的地方 住在树林 茂密的森林里面 来避免被这些人的伤害 那孔子也是说 对于乌子 对乌就是这个发语词 对于这个子叹息 乌 对于这个子 知其所指 鸟都知其所指 可以人而不辱鸟乎 以上是这些经文的大义所在 刚才讲到邦迹千里 为民所指 这个特别我们举书论语里面 指路第十三 社工问证 指曰 敬者月圆者来 你看 这就是邦迹千里 你敬者月 就是大家过得很快乐 人才集中 百业兴旺 这个乃至于自己在里面努力 有前途 所以敬者月圆者来 大家就会吸引很多的人才 很多有技能的人来 那我们刚才讲到 敬者月圆者来 我们还要反思一个问题 万一都是难民涌入 不是会造成你们国家的问题吗 其实在敬者月圆者来 是特别讲人才过来 百公人士过来 看忠勇讲的 他是在讲这些 再来讲到说 这个鸟 他也都知道 这个安住在茂密的森林 那么一般看 《轮域的乡党地势》 又说 设施急语 降而后急 就是人的脸变变色 鸟就赶快飞起来 鸟有察言观色 观察环境的能耐 在天上飞翔 发觉到可以了 它才要往下降 所以 然后约 山梁池至 石灾石灾 这山上有那些溪流桥梁 那个池的鸟 在那里悠悠地走来走去 孔子说 石灾石灾 他真的知死 什么叫知死呢 就是懂得给自己 安住在安定的地方 他有所谓的环境的安定 内心的安定 那子鹿拱之 就是拱手 对这个鸟打工作医 这个鸟三举而坐 就是正翅而飞 可能不了解子鹿 是在跟他自意的 那我们一般说 邦基千里 除了说 这个创造很好的环境 以外 其实领导人非常的重要 关键都在领导人 所以子曰 为正义的 比如北城 北城就是讲 地球南极北极 北极往上看天空的地方 有人说是北城星座 有的人说 可是北城星座 它也是绕更大的星座在转 所以这里的北城是在讲 北方的天空 空的哪一份呢 是居其所众心拱之 众心环绕他 那众心为什么环绕他呢 就是因为这个领导人 他是有能力的领导人 是一个有品德的领导人 是一个懂得领导统育的领导人 是一个能够创造美好风气的领导人 是一个以身作则的领导人 所以他才能够让大臣们为他 为他马首是瞻 朝廷如果是健全的朝廷 人民才有向心力 所以都向着他 就像北城重心环绕他一样 刚才讲到说 《诗经小雅》里面讲 冥蛮黄鸟子鱼秋鱼 为什么会说这段话 其实它是出自于小雅的冥蛮篇 这一首诗更特别讽刺是周幽王 周幽王反而是国都最不安全 反而要逃到山林间才安全 刚才讲邦击千里 反而是国都最安全 现在讲冥蛮黄鸟 反而是荒野最安全 国家的势力管不到的地方最安全 叫做磕镇猛于虎 所以冥蛮到底是鸟的叫声 还是指小鸟呢 朱熙就是在讲指的是鸟的叫声 冥蛮冥蛮冥蛮是鸟的叫声 郑康成说冥蛮是在讲小鸟 秋鱼到底是山林的生秘处 就是说这个山生离茂密 还是讲无人去的山呢 这两个讲法都可以的 所以指于至善的指 这个指就很重要 指如果在邦击圈里的话 叫做指于玄军 如果是指于秋雨的 那就指于环境 所以我们论语里面有所谓的 理人为美 这个人包括我们的人心 包括我们所处的地方 是善之士的聚会处 包括我们交的朋友是人友 包括我们学习的技术是人数 所以对于自己来说 是要指于自己的中性 有这个质地才是人心的质地 那当然这里面更特别讲的 如果按照经文的架构来说 这个指更特别讲的是 内圣跟外王 明明德跟清明 而子与至善的子 是这些子的究竟处 所以我们一般 我们可以从正面来说 从反面来说 从正面来说是 邦迹千里 威名所指 国都是大家喜欢去的地方 可是从反面来说 所以我们一般读书 要从各面向的读 多角度的读 你才能够活读经书 从反面的读来讲 这个孔子要告诉我们 叫做为臣不入 乱邦不居 为臣就是指 已经是小人当道了 乱邦是讲 以子四父 以臣四君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就是儿子把爸爸杀了 臣子把国君杀了 这种为臣乱邦不要去了 所以讲究的是 要去邦有道的地方 要逃离的是邦无道的地方 所以人生的处处是很重要的 讲到安住之处就不一定了 所以李仁片里面就 李仁唯美 李仁唯美就是你要看的是 他的处所 他的环境 你所交的朋友 你所学的技能 你的心态 来讲真正的安住 而这种安住里面 是要讲究质地的安住 叫做祖宗性 而且交朋友 也要叫这样的朋友 那过则无当改 就是要好好的 把自己的明德来明 以上是在讲邦极节的这一节 告诉我们这么多的含义 其次在告诉我们 木暮这一节 这一节都在讲子于至善 那这个诗是讲大雅的文王 叫做诗云 木暮文王 乌气息尽子 木暮就是讲深远 这种人高不可测 他的内涵 他的平德 他的见解 他的才情 高不可测 叫做木暮 木暮可以从眼神看出来 那乌气息尽子的乌 乌也是一个赞叹 气就是相续 西是光明 文王是一个相续光明的人物 换句话说是狗日心 日心 幼日心的人物 所以这些开国的是这样的开国 我们后面的开国可能都不重视这种开国 古代的开国是重视在这种明明德的开国 是为清明而明明德的开国 像夏宇王 商汤王 周文王都是这样的 那禁子就是这个人是一个自我要求的人叫做禁 子就是有方向有目标 内心有安住处的有原则的人 那什么原则呢 叫做为人君 周文王就是符合下面的 周文王又是国君 他就子于人 又是人家的臣 叫做子于禁 他是宙王的臣 又是纪律的儿子 古公胆父的孙子 叫为人子子于孝 又是武王周公康淑的爸爸 叫做为人父子于慈 然后呢 周这个文王治国 又不是只有一个人 他有所谓的江太公 这个乃至于陕仪生 这些大臣帮他辅政 那这叫做与国人交 跟这些国人的贤大富交往 叫子于性 就是说话算话 所以文王可以说是一个 重视武伦 安住在武伦的人 再来你看 我们从刚才的那一段经文里面 你可以看出 文王是一个子于武伦的人 那武伦关系要靠什么维持呢 比如说我是君 我就人 这个人是一种想要去利益人家的人 但利益人家里面 这个人只是讲一个原则 它里面有很多的操作法 包括你的能力 包括你的团队 包括你的远见 包括你施政的目标 包括你施政的方向 以及你各种施政的管控 都是属于人的范围 为人成子于静 静也只是原则而已 静就是说你对人要恭敬 谋造朝廷的和谐 你对事情要恭敬 就是什么事情 你要超前部署 上游思维 而且有前行 有正行 有完结 而且这个静还包括说 对于这些困难处 你还要谨慎地去面对它 为人子子于孝 还要包括说 你要怎么谋造家庭的和谐 对于父母亲 要怎么去随习他的功德 他们有过错的时候 你要用什么善巧方便的导政 为人父子于词 并不是当让好人 而是懂得用各种的方便 去培养他们 创造好的环境 让他们顺利地成长 这才是真正词的本质在这里 为人有是子于性 这个性也是一个原则而已 就是说你还要懂得 以文会有 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人家才会想教你 而且跟你交往 而且这种在交往过程当中 性就是一个核心处 当我们不熟 我们说话不算话 私讯于人的时候 你再大的能力 人家都不跟你合作的 所以那个性是一个原则问题 但是它配合的部分是很多的 以上讲到这五轮关系 子在这五轮的关系上 是文王之子 以上就是从邦极节 从木暮节来看子于至善的子 我们来进入总结 第一 这是大学的第七集 是子于至善的撰文 就是真子的解释 对经文的解释 举出诗经来做证明 第二 举出诗经什么呢 叫做三颂玄鸟篇 邦极千里为名所指 也举出诗经的小雅 冥蛮黄鸟 子于秋雨 有情的特性 我们都知道 都想离苦得乐 所以要从邦极千里面 告诉人们要子于玄金 才能过他们想要过 安定富足的生活 但要勉励国君 也要是一个闲人的国君 第二个 从小鸟里面 只在茂密的山林 才能被免于射杀的恐惧 而这里面 鸟他也知道 享受快乐的生活 繁衍他下一代 人们怎么跟鸟来学习呢 懂得安 第三重要点是 安住在长治久安之道 第三 举出诗经的大雅文王篇里面 讲木木文王 乌气虚尽子 说到文王就是一个 懂得安住的人 子 子就是一个安住相 安住在五轮的长道 那当然 五轮的长道就是一个 帮助自己最好的成长 这就是明明德的民 所以他借着环境来民 成就自己 借着成就自己 来庄严环境 这个叫做良性循环 所以他的事业 他的国家 是可以可长可久的 那以上就是从大学的经文里面 古书如何经用 我们得好好的反思 我们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 我们到底要安住在哪里 要一直在哪里 这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好 以上是我们这一集的答应 谢谢大家收看 下集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